全油管最快新闻,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23年7月21日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任免决定。 陈莹被免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,沈丹阳被免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。 同时,吴恒红被任命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。 此外,还有王平、严海宁、杨志、谭里县和福家华等多人也被免去了法院相关职务。 陈旭、陈廷和和许道平被免去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职务。 这些决定的通过将对海南省的政府机构和司法体系带来一定影响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